男人年近三十却一事无成 创业失败还背上巨额债务 上网却遇到富婆 想要花重金跟他借金生子 交了各项费用后 富婆的回复为何又让他傻了眼 重金求子 局中局 法律讲堂 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是今天的案例讲书人王小磊 八月的一个周末 南方某城市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 一大清早 张大叔 张大婶 两夫妻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 张大叔正纳闷 这大周末的谁这么早到家里来 打开门一看门外这个人 张大叔这脸一笑拉得老长 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 大婶见状啊 正想开口说话了 张大叔怒气冲冲地说 别给他开门 说完就回了自己房间了 张大婶呢 从猫眼里往外一看 果然 果然看见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就是他心里想的那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张阳 再来说说门外的这个张阳 就好像跟没事人似的 好像这事啊 他已经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了 他跟门口站了一会儿 果然 这张大婶悄悄地把门给打开了 跟他说 快进来 你爸爸回他房间了 你别出声啊 这张阳啊 今年都二十七岁了 打小就调皮捣蛋 不好好学习 张大叔 张大婶没少为他操心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要么呢 就嫌这个上班太累 要么嫌那个呢 工资太低 干不了两天 就辞职 就为这事 张大叔啊 几次气得这电话里头破口大骂 别看张阳工作能力不行 可是却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 她的女朋友晴晴 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一心想要嫁给她 可是晴晴的家人却没这么豪红 不久之后 他们就给张阳出了个大难题 什么 你要进张阳 在家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晴晴的父亲就问 说 小张啊 我听说你跟晴晴以前是同事 现在呢你已经离职了 现在在哪上班啊 张阳啪一拍胸脯说 叔叔你放心 上班没出去拿到死工资 我现在啊 正在谋划着自己个创业呢 当然了 创业的初始阶段都比较困难 这个晴晴跟着我也吃苦了 但是我将来会有发展的 晴晴的父母一听 和这小伙子 行啊 有点想法啊 说话感觉还挺谦虚 不错 感觉自己家里找到了这个成龙快婿 可是呢 坐在一边的晴晴 这脸色却不好看 为什么呀 您现在这当着我父母满嘴跑舌头 什么创业 什么公司 你扯得这个谎将来怎么办呀 张阳怎么说 说 我怎么能骗他们呢 我跟你说真话 我现在真的准备创业了 而且我看好了项目 真的假的 这晴晴听了这话认真起来了 什么项目 投资 钱从哪来 面对这些问题 张阳洋洋得意说 您就别管了 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找自己的父母 啃老去 他找自己的父母 给他资金上的支持 这张阳见了自己爹妈 扑通一下就跪地上 以前都是我不争气 现在我是幡然醒 说话说得好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生意 我挣钱买房子 我就是想跟晴晴早点结婚 你们得支持我 张大叔早就看惯了他这副嘴脸了 我告诉你 咱们家是什么条件 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开了一辈子车 能挣多少钱你心里知道 你妈妈身体不好 开个小超市 维持咱们家的生计 能挣多少钱你心里知道 气得张大叔起身 二话没说回自己房间了 张大婶一看还得出来当合适老啊 这边是丈夫 这边是儿子 怎么办 张阳你先回去吧 我回来再劝劝你爸爸 过了几天 果然像张大婶说的那样 老两口还是心疼儿子呀 也希望儿子这次真的是翻然悔悟 真的是洗心搁面 从心做人 拿出来了十万块钱 给了张阳 拿了父母的养老钱 张阳的心里却一点也不轻松 虽然他对外一直宣称准备创业 可实际上他对于做生意是一窍不通 为了在女朋友和父母面前 挣得点面子 他只能赶鸭子上架 开始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接下来张阳还真就付诸行动了 找了几个朋友 考察了几天 准备干什么呢 准备开一家宠物用品店 眼看着张阳开始张罗这个宠物用品店 那晴晴也跟着帮忙啊 本以为这一切都能走上正轨 好好过日子呀 可是张阳这么个人 要经验没经验 要能力没能力 这宠物店很快就干不下去了 屋里边这堆的是什么 猫狗的玩具小衣服 那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品牌的什么猫粮狗粮 以前看着这些都能换钱 现在看着那别提多糟心了 情急之下 张阳居然啊 挺而走险 他偷偷地联系了一工厂 做了一批宠物粮的包装袋 把过期的这宠物粮重新一包装卖给客户 结果呢 结果可想而知啊 那很多猫了 狗了 宠物了 吃完之后就出了各种事了 张阳不仅要对客户赔偿 还遭到了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 宠物用品店关门了 十几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而且还背了几万块钱的债 眼看着创业失败 这晴晴也跟着着急上火呀 早跟你说了你不是干这个的 轻易地去搞投资 这下好了 什么都没了 就这时候一埋怨张阳也生气了 现在你这马虎炮有什么用 然后呢 就说了一些个不该说的话 说什么呢 说如果不是你逼我 如果不是你家里人逼我 我能这么干吗 这话一出口 清清可不干了 哦 原来我是一片真心复之东流啊 你居然今天能够这么说我 一切的怪罪到我们头上来了 清清一听这话 那也是嘴里不饶人 好啊张阳 既然是我的错 那咱们就分开了 啪一摔门 走了 工作怕吃苦 创业有失败 男人干啥 啥不行 为挽回女友 他承诺踏实工作 女友却怀疑他变心 女友怪他网上勾搭富国 他却为何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二人的幸福 重金求子 局中局正在播出 周郎妙计安天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张阳从此之后是天天跟家里喝酒啊 借酒交仇啊 张大神眼看着自己儿子投资不成 现在媳妇也没了 跑到这儿来 给孩子今儿做饭呀 别洗衣服呀 劝劝呀 你不要这样啊 你还得振作起来 关键 那老太太呀 真是爱儿子心切 偷偷地又挤出来了两万块钱 看到这儿张阳也哭了 哎呀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悉心革面 妈您放心 明儿早上起来 我就跟你回家去 我就向我爸认错去 可是第二天呢 张阳来到家里边 当当当一敲门 就被张大叔拒之门外 就是咱们故事一开始说的那事 过了一会儿啊 张大叔拉开自己的房门 一眼看见儿子 那张阳马上说说 爸 我真是知道 我确实不是干生意的料 但是我总不能没事干嘛 我真是准备 重新开始 我就来求您 能不能够找份工作 这回您放心 我有了工作 我就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 吃苦耐烙 从头开始 我不但把工作做好 我都把晴晴追回来 张大叔本来真是不想管他了 但是一听说 还有我这好儿媳妇呢 所以呢 张大叔托人给张阳找了个房屋中介的工作 那张阳呢 又跑回去 又找晴晴啊 总而言之吧 一切风波算过去了 一切呢 是破镜重圆了 有了正式工作 张阳暗下决心了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来 不能再轻易辞职了 可是命运却偏偏喜欢捉弄他 张阳 你起来给我说清楚 这天深夜 就在他睡意正浓的时候 一阵猛烈的摇晃和高声尖叫将他惊醒 话说这天啊 张阳正跟家里睡觉 睡正香 突然间被一阵猛烈的摇晃给惊醒了 他坐起来一看 怎么了这是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呢 晴晴这时候啊 把一个东西一下就扔过来了 而且喊 你跟我解释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扔过来它是什么呀 扔过来是张阳的手机 好像没砸着它 张阳拿起手机来一看 这手机啊 这个界面上 停留在一个微信聊天 这么个界面 谁跟张阳聊天呢 对方叫娜娜 张阳一看 心里明白了 就听见这晴晴边哭边说 这张阳看着晴晴哭 还要跟自己闹分手 怎么办呢 你得跟人家解释啊 那确切地讲 你得给人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张阳一张嘴说这事 晴晴不淡不哭了 惊得嘴都合不住了 可以说张阳遭遇的是一段奇遇 一个多月之前啊 张阳的微信上 突然间谈出来了一个 家好友的请求 这个微信家好友的申请 这个人叫娜娜 张阳没多想就加了这个娜娜的微信 这个娜娜呢 跟张阳的微信里聊天 既不谈生意也不谈投资 总是聊一些感情问题 张阳心想 这个怎么意思是 网友还是要网恋啊 那他也很警觉 马上跟对方说 这个不太适合聊这样的话题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那没想到娜娜马上跟他说 说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也已经是已婚人士了 那张阳就更觉得奇怪了 您都已婚了 跟我聊什么呀 过了几天 这娜娜又找张阳 言语当中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支支吾吾 这张阳就说 您要是没什么事呢 咱们就护删 要是有工作上的事情呢 咱可以很愉快地交流 如果有别的呢 就算了吧 娜娜说 你别着急 我有一件事想找你 想跟你聊聊 但这件事情很麻烦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事啊 娜娜说 这事呢 难以启齿 今年呢 小女子方玲三十五岁 结婚多年 没有孩子 希望有人能够帮个忙 说这事要成了 有巨额回报 张阳听完这个话 咽了口口水 因为他听说过这事 这不就是 所谓的 重金求子吗 这是个骗局啊 所以张阳啊 马上就准备 把对方给删了 可是呢 最后要点击 这一下的时候 张阳突然觉得 这事挺好玩的 怎么就找着我了 怎么就乐意骗我了 是因为我长得高大 帅气 威猛 还是我还挺好 他就觉得这个事很有趣 所以啊 他没有删除这个娜娜的威信 就这样 张阳开始有意无意地 主动跟娜娜热络起来 那娜娜毫不避讳地说 你自己想清楚 反正能够让我呢 成功地怀孕 我就给你五十万做报酬 孩子顺利地出生了 再给你二十万 你自己看着办 而且人家也提出了 说 这孩子跟你可没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我告诉你啊 我可找的不是你一个人 我这个话 那是相当有杀伤力 张阳一听这个 合着就是广泛撒网 重点培养 娜这个机会 我不能让别人抢了去 现在啊 她基本上已经不害怕 娜娜是个骗子了 她心里想的就是 我怎么把这钱要得到手 我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 这时候 娜娜突然间主动提出说 我知道你不放心 而且呢 咱们这个交易听起来 确实有点离经叛道 别说你有所顾虑 我也很害怕 所以 咱们找个律师吧 有什么问题找律师问 啪 发来了一个微信的名片 对方叫赵俊 张阳呢上网 啪一搜 律师赵俊 一看 倒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 而且呢 这个赵俊跟张阳主动说 我在网上从来不打广告 从来不宣传自己 为什么呢 我们做的工作 服务的是高端客户 我们不需要那么高调 这么说好像有道理啊 而且这样的事情 他确实也没法说啊 那好吧 张阳于似乎就把他跟娜娜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 就说给赵俊 赵俊耐心地听 听完之后 沉思了一下 非常谨慎地说 嗯 娜娜女士 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所以 关于她的很多隐私 我不能透露给你 但是呢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你们之间啊 就是一种合同关系 不违反法律 也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是可行的 而且还告诉她说 我说句超越职权范围的话 您的事情要谨慎 毕竟啊 有了孩子会涉及到很多麻烦 本来这张阳对赵俊有所怀疑啊 毕竟这个赵俊 是那个叫娜娜的女性介绍的 肯定会向着娜娜说话 可是反过来 赵俊倒劝自己要谨慎 看来赵俊确实是一名 专业公正的律师 网上遇到富婆 重金求子 男人以为天上掉了馅饼 谁知男人预先支付各种费用后 富婆竟然跟她断了联系 假富婆和同伙 贾律师一起落网 贾律师却坚称自己无罪 重金求子 局中局 正在播出 经过了和赵俊这个所谓的专业律师咨询之后 张阳又想了两天 最终他决定 他要接住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于是呢 他就跟娜娜谈起了接下来的事情 那么在娜娜的要求之下 张阳分三次支付给了娜娜五万多元人民币 干什么呢 体检啊 买新衣服天喜啊 请律师啊提供保密服务 反正等等等等 双方最终约定 下个月可以践行合同 张阳等待着下个月的到来 先等到的是晴晴的 发现她的秘密 所以呢 张阳就赶快跟晴晴说 说这个 哎呀 事情很尴尬很离奇 而且 对不起你啊 我怕你知道 这个我对天发誓 我绝对对你没有二心 我就是为了咱们的将来 我出去牺牲奉献去了 我现在只要是拿到这笔钱 那咱们就可以买房子 咱过上幸福生活了 听完了张阳说的这个话呀 清清恨不得站起来就 踹上他两脚 让他清醒清醒 你怎么这么蠢啊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以前就觉得你不爱上班 我没想到你这么愚昧 你不知道这是骗局吗 张阳很信誓旦旦 哎 清清你别这么说 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我也不信 而且我相信 你肯定也不信吧 清清说我是不信 而且我告诉你 他就是个女骗子 要不然这样 你明天把他约出来 约出来咱见一面 你敢吗 他敢吗 清清将了张阳一军 第二天 张阳当着清清的面 约这个娜娜出来见面 果然 娜娜已没有做好准备 拒绝他了 接着张阳又约了 这个娜娜几次 娜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拒绝和他见面 这下张阳才开始 真担心坏了 人才两空打水漂了 我真的被骗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清清带着张阳赶忙到 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根据张阳等被害人 提供的线索 将娜娜和赵俊成功抓获 娜娜原名刘娜 而赵俊则是她的丈夫 落网后 刘娜对于自己的行为 供认不讳 可是赵俊却始终觉得冤枉 他认为自己对于张阳 曾经明确提示过风险 因此他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赵俊这个骗子挺实在 他敢用自己的真名 那是因为赵俊自己提出来 他说他自己的行为 根本不能算是诈骗 包括张阳在内的受害人的 没有向自己转过一分钱 他只是提供了一些建议 虽然这肯定不是专业的法律建议 但是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而且他自己还曾经劝说过受害人 说你们要谨慎行事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行为 既称不上犯罪 也没有任何犯罪所得 那当然不能以诈骗罪 来对他进行起诉打击了 赵俊这么说有道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接下来我们连线 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 冯律师您好 请您对这个问题做个解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6条规定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读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那么什么是共同犯罪呢 刑法第25条规定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 故意犯罪 通过法条可以知道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如果二人以上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采取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财务 那么就成立了诈骗罪的共同犯罪 结合本案来看 刘娜想要一个人完成骗局 有一定的困难 此时呢 赵俊虚构身份 让张扬误认为他是律师 因此呢 对他的话抱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使得张扬呢 更加容易踏入刘娜的陷阱 这是整个诈骗行为的一个关键环节 赵俊说 自己劝说受害人谨慎 这只是使得诈骗行为 看起来更加可信的一种伎俩 至于赵俊说 自己没有收到受害者一分钱 因此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 那么实际上呢 不能单纯的以是否收到钱 来作为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赵俊和刘娜 只是分工不同 他们的犯罪行为 共同造成了张扬等受害人 钱财损失的犯罪结果 因此呢 赵俊和刘娜二人应当构成 诈骗罪的共犯 谢谢冯律师 其实说白了 赵俊啊 这就是掩耳道零四七七人 那最终呢 他们两个人因为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经过了这一切 张扬算是彻底的明白了吧 我们也注意到张扬啊 他的行为有很多特殊性 比如说眼高手低 再加上性格好意勿劳 所以你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想着一夜暴富 那最终呢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明明都已经知道是骗局了 可是心里边那个小我 老觉得说说不定 这就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所以希望张扬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啊 能够真的幡然醒悟 当然晴晴呢 也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一些教训 就是在消费观念上面 做了一些调整 也希望两个年轻人啊 一起继续努力 向着幸福生活去奋斗 其实啊 在这个案例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张大叔跟张大婶 那一齐萝卜一齐菜 谁的孩子谁不爱 但是张大叔这是简单粗暴 打骂的教育方式要不得 张大婶呢 这个无限的溺爱 这个也要不得 这老两口啊 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 但是呢 两种方式啊 都走得太极端了 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身边 这样的骗子 这样的骗术呢 层出不穷 所以呢 您也要多了解一些 这方面的信息 多看看我们这样的节目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遇到任何类似的问题 和自己的亲人朋友 周围的人多交流一下 其实啊 骗子是没有下手的机会的 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了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再见 网上大仙告诉女人将有灾祸 结果家中真的频繁出事 大仙收下剧款后 做法事消灾 这一家的生活终于恢复 平静 老父亲坚持报警 原来网络大仙 竟是女人的枕边人 枕边的阴谋 下期